好 比赛开始这边呢是上海队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所以前场先领一下 电宇航急停跳投 好球 对 孟磊源他就是一个防守型的这么一个队员 哎 山东队这边反击电宇航造成了上海队的犯规 上海队队队请求暂停 山东高速队请求换人 方面的就是不同 哎 小丁第一罚命中 中队让上海队这种追着打的情况非常多 哎 过来之后电宇航也是打了一个攻击转换 但他往反方向跑 还有一个掩护 这个左侧整个的红红了 反正来一段 电宇航外线的三分球出手 漂亮 终于进了啊 上不场比赛小丁那边手感一直不是太好 南板 这边呢 哦 电宇航强攻篮下造成了张兆旭的犯规 这一下想隔扣啊 小丁的这个第一步 包括他的核心力量确实在空气球里是出类拔萃 对 电宇航的第一罚命中 人家可以完全给小丁就 对 只要 嗯 电宇航出进来了 对 这还不错 对 还是同样的配合 但结束起来 转换进攻电宇航 好球 2加1 他现在抓这种机会还是比较有把握 嗯 电宇航对董汉林 出进来 造犯规 火 这球传的也是给小丁出难题 小丁进来 嗯 组织他打的最多的配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 是有些过于单调 好 小丁第一罚命中 这一次形成了高位的挡开 电宇航好球 本场比赛命中的个人第二季三分九 可以给这个佛莱泰特一个大空位 电宇航过来 能不能还一个 咱们就下来自己补进 三分线外出手 然后 球不进 自己给补进 很重要 嗯 对 还是组织这个小丁在这边攻 还是用他们就是最习惯的这个配合 约一行的 29分 嗯 今天小丁里边得分是破30了 差一个篮板到三双 因为这个赛季呢 弗雷戴特确实有过这种50加十加十的表现 而且这个是弗莱泰特也没防住 一秒钟 好的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的上海队在主场是128比111 击败了三冬高速 终于是在这个魔鬼赛程中 取得了一场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